由我五月份開始 去了不同的地區 二十間中小學去做一些workshop 主要是跟他們去畫當日的天空 其實這幅牆主要是二十間中學的作品 我排列的方法是順著時序 另外這幅牆其實就是在藝術館這個位置 我再找一些不同的朋友 一起去畫天空的作品 透過我這個workshop之後 或者是你觀察到其他人去畫天空的作品之後 可能令到你產生了一種 原來不是那麼單一的觀察方法 我來看看 你叫達人的貿易 對於是誰 我會問錯過 你去畫天空的嗎 爹抗異